好,接下來同學要各位介紹的是酵素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幾個特點 我把它歸納成三個重點 酵素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呢,它被稱為叫做催化劑 催化劑 酵素呢,又被稱為叫做梅 梅 這兩個是一樣的字 你看到梅就看到酵素 看到酵素就看到梅 好,第一個它是催化劑 第二個呢,它是什麼呢? 它具有專一性 很專一 很專一 很專一,只會對一個固執有反應 其他就不會反應,就叫做專一性 而且它可以重複使用 重複 使用 好,第三個 它的成分怎麼做的呢? 它的成分是蛋白質做的 欸,什麼叫成分蛋白質 你的頭髮怎麼做的? 蛋白質 你的指甲呢? 蛋白質 你的... 我們知道我們身體的肌肉是什麼? 蛋白質 蛋豆魚肉哪個蛋白質 你有沒有聽過膠原蛋白? 蛋白質 就是我們的皮膚為什麼有彈性? 因為有膠原蛋白 你吃那個雞肉啊 你如果有雞湯煮很久 會有那個好像果凍的東西 有沒有? 那也是蛋白質 不是,那也是蛋白質 OK 所以有這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催化劑 第二個專一性 第三個是蛋白質 好 那麼呢 這三個重點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講的東西 就是在介紹酵素的特性 那我們先從第一個特性來講 催化劑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第一個 我們的生物體內呢 其實在進行的 無數種複雜的代謝 生物體內呢 在進行的代謝 對不對 我們無時無刻都在進行代謝 的代謝 那代謝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代謝 我們好像介紹過的這個名詞了 嗯 這個分解更合 對 代謝其實 講簡單來說 就是 所有的身體的化學變化 比方說我們剛剛提的例子 你把那個飯吃 咬一咬就變糖 這就叫代謝 你知道嗎 因為它是化學變化 好 所以代謝反應呢 指的是你體內所有的化學變化 好不好 你那個你排的尿裡面 也是化學變化 好 那麼呢 我們把代謝又分成兩種類型 一個叫做什麼呢 分解作用 這個叫什麼 分解的相反叫做合成對不對 分解作用跟合成的作用 分解作用 分解作用的定義就是 把大的東西變成什麼 小東西 大東西變成 大分子變成 小小小小分子 比方說我們把澱粉搖一搖 就變成什麼 變不到糖 就是大分子變小分子 好 還有你肚子裡面在經營很多的什麼反應 吃飯會什麼 消化 人家說消化分解 所以 你吃東西呢 消化就是一種分解 所以最有名的就是消化反應 消化作用都是屬於分解 好 你吃的牛排呢 搖一搖之後就碎碎了 然後胃就會被消化 最後在小腸又吸收 所以 所有消化作用 那我這邊點了 一大堆布丁盒 我們可以這樣舉例 這個一整串的叫做什麼 大分子 那如果我把它 一個一個拿起來 是叫什麼呢 小分子 所以呢 大分子變小分子 小分子才可以被你吸收對不對 才進到所謂的細胞膜進去 好 所以這叫做分解 那什麼叫合成呢 小分子變大分子 就是小分子把它怎樣 變成大分子 變成大分子 這叫做什麼 合成 所以我現在 疊起來 然後再疊起來 大分子 然後再 疊起來 這叫做分解合成 你知道嗎 大分子 好 所以呢 這個可以到方多久 好 所以呢 合成作用剛好相反 就是把小小小分子 變成什麼呢 大 大 大大 小分子變大分子 叫做合成 那合成有什麼呢 比方說 其實你每天在長高 就是一種合成 你在長胖 很多脂肪 也是合成 你長頭髮 也是合成 對不對 合成新的頭髮 對不對 就叫合成 那合成其實 比較有名的一個合成作用 叫什麼合成 叫做光 合成 因為它用光去合成 植物的光合作用 那我們在下個單也會介紹 好 所以這有兩個例子 一個是消化是分解 好 合成就是光合作用 那我剛講的 這跟效果有什麼關係呢 答案是 非常有關係 因為這兩個 這個過程呢 其實都非常的複雜 非常的緩慢 所以你必須要 完成這個工作 就像說 欸 你們去那個工廠 你看那個工廠都會拿 工人都會拿扳手對不對 或是做什麼事 他要那個 把那個螺絲釘鎖緊的 或是把它拆下來 都需要用到扳手 如果你沒有給它扳手 它有沒有工作 不行 所以我們身體呢 進行這些工作 就像 你要拆解一部車子 跟合成一部車子 把它組裝一部車子 你都需要用到什麼呢 反手對不對 那個反手就是 酵素的意思 就是像工具一樣 所以身體裡面 他進行這些反應 他要把這個東西 一個一個拔下來 其實需要有那個工具 所以 所有的代謝反應呢 都需要什麼東西來幫忙 酵素 都要跟酵素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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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你現在可以把酵素 想像成成 膽手 這種工具類的東西 它真的跟工具很像 跟那個螺絲其實很像 就是你有螺絲其實 你可以把螺絲釘卸下來 所以 所有代謝都需要酵素 那你知道酵素有幾種嗎 好幾萬種 為什麼 因為不同的工具 不同的工作 就要需要不同的什麼 酵素 對不對 因為我們知道 光是螺絲釘是有很多種形狀 對不對 有六角形的 還有 我有看過三角形的那種螺絲釘 它有各式各樣的形狀 所以你的工具就要怎麼樣 都不一樣 所以酵素在身體裡面 有幾萬種 一個細胞裡面 就有幾萬種 酵素 知道嗎 因為 因為細胞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然後DNA要合成啊 什麼都需要酵素 好 所以呢 這個就是酵素的 意義 知道嗎 好 那為什麼我還是沒有講到重點 為什麼叫做催化劑 對 你如果沒有扳手 請問你可不可以拆一台車子 可以 只是很 很慢 你的手在慢慢旋 慢慢旋 好不容易被你旋開 已經滑了整天了 可是你有扳手一下就怎麼樣 兩三下就好了 所以它的功能就是讓你的速度怎麼樣 加快 像螺絲旗子一樣 好 所以它用不是用來改變反應速率 大部分都用來怎麼樣 加速 加速 反應 比方說你在消化的東西 吃東西如果你沒有酵素 你吃了一塊牛排 你拉出來 牛排 牛排 沒有分解 等於沒有辦法吸收 可是呢 如果你有酵素參與呢 你吃下去的東西就很快可以吸收 可以分解 知道嗎 好 如果酵素沒有的話 你就會所謂的消化不良的因果 有可能吃東西吃很多 然後覺得肚子好炸 然後一直沒有辦法消化 對 有可能 對 因為這因果很難消化 所以像有些電視廣告都專門在賣一些酵素 什麼 日本的什麼 什麼 什麼 那就是在 你如果 對 你如果拿來看它上面就寫說 消化酵素 所以 你本來吃下去呢 比方吃一塊牛排 你覺得肚子很脹 而消化不良 如果你吃幾顆酵素 它就會幫助你分解 幫助你分解 幫助你分解 其實它是幫助你消化的 它跟拉肚子沒有關係 對不對 搞錯它的功能 對 它叫消化酵素 所以它可以加速反應 這樣懂意思嗎 好 所以呢 第二個 這樣第一個問題 好 好 知道